大家还记得三生三世中处处动人的小巴石绍兴芒 她是花筋谷中林立可爱古林精怪的唐宝 还是旋风少女里的七百草 她就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的安月熙 她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备受很多男同学的青睐 并因青春派霍峰校园女神 出道不足五年的她已经连续参演了不少电视剧 曾经给杨幂赵丽颖当配角的她现在已经成功逆袭 成为新近流量女星了 最近她的新剧也是街道手软 比如陆从今夜白的陆幽颜 寻你浮生若梦的林若梦 在八月她还开启女一号霸皮模式 一部是颤抖巴阿布 她饰演一位来自躲心的外星人少女阿布茶茶 另一部就是日前剧节要翻拍子 国产漫画的镇魂街 云中漫画有着30亿的顶级量 可以算是国产漫画界的IP巨头 该剧讲述了 魏武之后的曹彦斌身为罗刹街镇魂将 与欢喜冤家 寄灵人 夏灵 为了守护家园 伙伴 以及心中的道义 踏上了镇魂之旅的故事 简单来讲 镇魂街就是一部二次元网剧 讲述的是平行世界 镇魂街的这些故事 而镇魂街是一个由灵人 寄灵人 守灵人 艺人组成的世界 安月星饰演的夏灵 是一个大色的学生 爱迟到 看她脑中的数量 就知道她是一个起床困难户了 在剧中她还是个心直口快 坚强天真的花痴女汉子 不过花痴的对象不是汪大东饰演的男主 而是她自己的守护灵李轩元 她每次见到自己的守护灵李轩元 就秒变花痴脸 她不仅对男主没有任何好感 还喜欢用暴力揍男主 其实女主对男主没有任何好感 也是情理之中 是爱cosplay的汪东城扮演的曹燕丁 是罗正街镇魂将 口头禅就是 这条街老子说了算 如此中二的口号 小编瞬间想起了 月前龙马的那句经典口头禅 你还差得远呢 看大东这出场的气势还挺帅的吧 但是帅不过一秒 上一秒还是个热血泛二又霸气的震魂将 再见 让我一下子来 再见 张张 你留下了陪我送客 请坐 老板 我也是客人 我有送你的 但是老板还没走 员工可以走 当然不能走了 能够留下来 陪老板 请坐 请坐 陪老板 谢谢啊 麻烦你来 哎哎哎老板 你不是送我吗 怎么走啊 我不是人吗 小缴 拒绝 救 какие 亲亲亲 其它 就死说 摇 谢谢